虎威甲村的居民 假道歡迎約旦慈濟志工 和醫護團隊的到來 因為這場一診 他們期待了好久 後診區坐滿了病患 15歲的巴杜爾 由母親和妹妹陪著來看診 一雙腳已經不良於行 四年多了 醫師口中的這個病名 又稱為遺傳性運動 及感覺神經病變 之前就診時 母親擔心到茶飯不死 七身在難民營的他們 根本無力負擔治療費用 後來骨科醫師給了這樣的建議 六個科別的醫診 除了牙科就診人數多 骨科也是 12歲的瑪莉亞 跟著父親坐了 兩個多小時的車 才到醫診現場 腳掌彎曲和聽力問題 想一併解決 看診後醫師給出治療方向 將瑪莉亞列入後續 醫療援助的追蹤名單 病同家長的無助 在疫診中得到了緩解 讓他們對孩子的康復 也有了信心 大愛新聞 陳秋華 林綠青 約旦報導 出行的